金发王一博与Jenner同台,香奈儿大秀亮点分成。 巴黎时装周,作为全球最顶级的时尚盛宴,近日再次掀起时尚浪潮。 其中,香奈儿的大秀无疑是众多时尚人士巧手期待的焦点事件。 更令大家激动的是,这一次,中国顶级艺人王一博将以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的身份踏上这个备受瞩目的舞台。 王一博的加入无疑为此次的香奈儿大秀增添了更多的看点和期待, 相信他会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与众不同的视觉盛宴。 作为中国娱乐圈的当红炸子鸡,王一博参加巴黎时装周本身就是一件大新闻。 他从机场起飞时,便吸引了大批粉丝和媒体前来关注。 照片、视频迅速传遍网络,每一个细节都被大家放大解读,他的每一次出现都能成为热搜。 不仅是粉丝,更多的时尚博主、编辑以及业内人士都在关注王一博这次的巴黎之行,毕竟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艺人,更是一个有着强大影响力的时尚偶像。 他对时尚的敏感度和独到的品味都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 对于香奈儿品牌来说,选择王一博作为品牌形象大使,绝对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他年轻,有才华,并且有着广大的粉丝基础。 在他的带动下,无疑能为品牌带来更大的关注和商业价值。 香奈儿对王一博的照顾知悉、知权,可见一斑。 他在巴黎的每一步似乎都受到了品牌的高度重视,走到哪里都向是王者归来,受到了皇家般的礼遇。 当他走进香奈儿巴黎旗舰店时,不仅店内员工热情迎接,还有许多粉丝和媒体争相捕捉这一时刻。 他的出现无疑为这家历史悠久的品牌店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店内精美的商品与王一博完美的形象相得益彰,仿佛他本身就是这个品牌的最佳代言。 王一博在店内选购了一些商品,与店员交流甚欢。 可以看出,他对时尚的热爱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更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 这也是他能够成为香奈儿宠儿的原因,他不仅有颜值,更有与之匹配的品味。 此外,香奈儿还为王一博安排了一系列的行程,包括参观品牌的工作室,与设计师面对面交流等,这些都为他在时尚领域深造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仿佛是时尚杂志的封面,每一个细节都充分展示了他与香奈品牌之间的深厚关系。 不仅仅是服装的搭配,连他手中拿的配饰,或者脚下踩的鞋子,都是香奈儿品牌的经典之作,显示出了他与品牌之间的不解之缘。 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王一博就像是这座时尚之兜的代言人,每一次亮相都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而当他走进香奈儿的专卖店,更是受到了VIP级别的待遇,可以说,他在这个时尚品牌的影响力是无可替代的。 王一博与香奈儿的合作,不仅仅是商业合作那么简单,更是文化的交流,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融合。 他将中国的魅力与香奈儿的品牌精神完美结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形象。 不仅如此,王一博身上那件简约而高级的香奈儿外套,搭配黑色修身裤和经典款的香奈儿鞋,整个人散发出一种简约中带有贵族气质的风格。 他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仿佛是在走T台,每一个细节都为他增添了不少的魅力。 王一博此次的亮相,不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展现,更是他个人风格的转变。 过去他总是给人一种青春洋溢、阳光帅气的形象,而如今他则展现出一种更为成熟、沉稳的魅力。 金发与香奈儿的配饰完美结合,让王一博的整体造型显得既时尚又不失个性。 而且,王一博对于细节的把握也非常到位。 外套的每一个扣子,工装裤的口袋设计,再到鞋子的选择,都彰显出他对于时尚的敏锐触感。 那头引人注目的金发与墨镜的组合,使得他在巴黎的街头成为了焦点,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个性宣言。 王一博完美地融合了东西方的时尚元素,将中国的传统工装库与西方的流行元素结合,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他身上的每一件单品,都似乎在诉说着一个故事,那是他对于生活,对于艺术的理解和态度。 无疑,王一博已经成为了时尚界的一股清流。 他不走寻常路,勇于尝试,而每次的出现都能成为时尚圈的焦点。 这次的金色头发无疑是他近期最大的亮点,与巴黎这个时尚之都完美结合,成为无数网友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社交平台上,大家都在讨论王一博的这一新造型,有人赞他勇于尝试,有人则是感叹他的气质与这金发的完美结合,真的是越来越帅。 王一博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时尚并不是盲目追求潮流,而是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王一博与金珍妮,两位亚洲最顶级的偶像,当他们被香奈儿选中作为品牌大使,已经是对他们时尚品味的极高认可。 香奈儿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奢侈品牌,一直都是全球潮流的指标,每一次的新品发布和时装秀都会引起全球的关注。 这次,当香家少年王一博与香家女孩金珍妮同框,无疑是整个时尚圈的一个大事件。 对于许多粉丝来说,这次同框是他们期待许久的时刻。 两位具有极高人气和影响力的明星同框,每一次都是话题中心,而这次他们在香奈儿的看秀场亮相,更是受到了众多期盼。 毕竟,在众多艺人中,能够代表香奈儿品牌并登上全球最高时尚舞台的,只有他们。 而对于香奈儿来说,选用王一博和金珍妮作为品牌代言人也是明智之举。 他们不仅仅有超高的人气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新一代的年轻消费者,是香奈未来的主要目标群体。 这次秀场的亮相,无疑也是香奈品牌年轻化策略的一个重要展现。 但王一博,作为香家少年,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是焦点。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香奈儿的品牌大使,更重要的是他本身所带有的气质与香奈儿的品牌形象高度契合。 他的每一次造型变换,都能在时尚圈引起巨大的讨论与关注。 对于这次巴黎时装周,众多明星都希望能够展现自己的时尚品味与格调,然而并不是每一个艺人都能完美地呈现出自己想要的形象。 有的明星或许在选服装时过于追求潮流,有的则可能由于团队选择不当而呈现出不够完美的效果。 但王一博似乎总能避开这些陷阱,每次出场都能将自己的特色与品牌的形象完美结合。 王一博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和演技,更多的是他所展现出的个性和才华。 自从踏入娱乐圈,王一博便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而作为蓝鞋品牌大使,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时尚圈的地位。 与许多明星不同的是,王一博不仅仅关注服装的外观,更注重服装所带来的舒适感和质量。 他在选择品牌和搭配服装时总是十分谨慎,这使得他每次出场都能成为焦点。 而香奈等蓝鞋品牌选择他作为品牌大使,更是看中了他的时尚感和国际影响力。 在国内,王一博已经成为了时尚的代表和潮流的引领者。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会吸引无数的目光和关注。 在现今的娱乐圈中,秀场不仅仅是展现服装的平台,更是明星展现自己魅力的舞台。 而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更是一位时尚偶像。 他所展现出的独特气质和风格,无疑已经成为了时尚界的新标杆。 王一博的金发造型在香奈大秀上无疑是一大亮点,他的每一次形象转变都备受关注, 而与Jana同框,两位当红炸子鸡的组合必然成为焦点所在。 期待这场视觉盛宴,相信他们会为我们带来许多惊喜。